大家好,我是佳哥 终于搞懂了病毒为什么突然消失了 今天在吃晚饭的时候 我们一大家子十六口人在讨论病毒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 当时家里的大伯说了一席话 让我如梦初醒了 他说其实放开之前呢 这病毒是控制不住的 石家庄,广州,福建,北京,武汉这边暗下去了 那边又冒出来了 如果管下去的话 得花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 这是一个无底洞啊 核酸病毒管要钱,检测要钱 还要管理健康码 还有什么核酸报告的人力 还有大白志愿者 运送各种物资的人和车 一个城市封控了一个月 应该要用一来计算 放开是必然的趋势 再说了 病毒经过了变异啊 毒性没有了原始株那么强 致死率不高 既然管不住了 还不如放开 再封下去 经济跟不上 那么放开之后大家没有了安全感 所以说大家都躲在家里 家里面只要有饭吃的人呢 就不想出去 大家在被感染后的期间都主动不出门 大家都害怕了 没羊的要照顾羊的 感染也只是传染给了家人 但是这病毒邪门得很 好像都躲不过 到了后半个月 大家也接受了 羊就羊吧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大面积都感染了 大家都有抗体的 全体免疫了 至于第二波为什么没有来啊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春节期间城里的人呢 大部分都回家过年了 南方人回到北方 北方回到南方 城市都回到农村 这样会形成毒株交叉的感染 但是我们都是羊康了的 回去的并没有毒株在身体内 也就是说没有感染的源头 如果能堵株外来输入这个口 那我们就是安全的了 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了 就算来的恐慌也没有用 再小心也会被感染的 最多几天而已 所以说我们该吃吃喝喝 春节假期都已经过完了 大家都要认真的上班赚钱了 2023年应该是好的开始 以后一年比一年好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武汉街头 现在这个阶段好多人呢 好多人都不戴口罩了 人山人海的 这才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模样 2023加油 事实际上 产生的 都不溃